Audio Jungle 原标题,航母也要粗澡刷甲板,古代洗甲板居然是用石头,绝大多数人都会定期洗澡,庞大的军舰也一样,他也爱干净,也要洗澡,但他怎么洗呢? 在木制甲板时期,洗甲板就是几乎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,只有经常洗刷甲板,才能为实传的耐久性,不过当时木甲板在泼上水后,要用一种用沙和海水混合的研磨料的石坏,对甲板进行打磨,洗甲板的沙石,用沙石洗甲板水手们,将其称为圣石磨洗,圣石磨洗一词,据信源自水手们使用, 被称作圣经或经本的一块砂岩,西柜已守摩洗大型帆船的甲板,撞刺祈祷者,摩洗石甲板上30-40人平行排列,前后推动圣石,令头者带动节奏,并且施时赫令一位,甲板以海水冲洗及阳光漂白之后,变得干净解白,密苏里战裂剑洗甲板,密苏里战裂剑上的木制甲板, 在磨洗之前,会在甲板铺上一层薄薄的海沙,湿沙石磨完甲板后,再用拖把或者抹布擦干甲板上的水,奇怪的是,美国海军在1931年3月5日,第215号通令中,明示禁止圣石磨洗,因为会磨损油木甲板, 但密苏里战的圣石磨洗,一直延续至1986至1992年期间,辽宁号甲板上,无数的喷头在同时喷水,刹那间,甲板上乌蒙蒙一片,而甲板边缘呢,就像一个瀑布,挂着长长的水帘,图为辽宁号航母,正在清洗甲板,洗澡只是一个通俗的亲切称呼,时,记上,辽宁号的这种行为叫洗消, 而甲板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喷头,叫洗消喷头,航母的洗消是航母三防系统的一部分,三防是指队和武器,生物武器,化学武器的防护,在遭到核生化武器攻击后,船员可以不上甲板,便能够对甲板,进行第一阶段的防核化清洗,但是航母平时为什么也要清洗呢? 舰在机其实就是航空母舰的炮弹,而飞行甲板则是发射炮弹的炮管,需要经常倾斜,保证正常的使用 美军航母的飞行甲板,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光滑,表面像拉毛水泥或粗砂质一般,用来增加摩擦力,使用一段时间后,飞机上泄漏的燃油,润滑油,轮胎磨损的小碎片等等,会污染飞行甲板,对飞行安全和飞机的寿命造成隐患,所以全员出动清理飞行甲板是美国航空母舰的日常, 就像自家小汽车一样,要常清洗,洗刷刷忙不停,这种洗销喷头还能降低航母甲板的温度,干扰根据热源进行攻击的红外导弹,航母甲板面积非常大,洗一次澡是非常不容易的,除了用洗销喷头喷洒和消防水龙头外,还要航母上下全体动员排成一队去刷甲板,趁洗销出来冲凉的女兵,放大一点幻笑上图。 2017年5月25日,即将入役的美国最新航空母舰吉拉德福特号CBN-78的飞行甲板上,消防演习水墨喷过后,舰员正在清洗飞行甲板,目前该舰正面临着期末考,是,如果顺利的话,有可能快服役了。 2017年4月13日,福特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,清洗飞行甲板,通常与消防演习结合起来,锻炼舰员的水龙使用能力,其实工作中的消防水龙后作力非常大,一个人难以实握。 美军的训练中,通常用五个组成人肉机座,最前面的往往是小个子。 2017年4月13日,福特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,消防泡沫喷过后,舰员再清洗飞行甲板,福特级航母的飞行甲板相当于三个足球场大,清洗起来也很麻烦,需要航空连队的低型人员全体出动。 早在2011年3月11日,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九级地震并引发海啸,地震造成日本浦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,一时间核物质四处扩散,这导致前来救援的美国里根号航母受到了轻微污染,而17名驾驶直升机参与救灾的机组人员也被检测出,遭受到轻微核辐射。 后来,里根号航母不得不撤出危险地带,并及时进行消洗作业,通常清洗甲板都是航母连队第七士兵的火,但为了与阿兵哥打成一片,有些舰长也参加动途。 里根号航母舰长,穿白衣服的,参加甲板清洗清洗飞行甲板的同时,往往也要对舰桥进行清洗,航母能用几十年,不停地洗澡是关键。 航空母舰正在洗甲板洗澡,除了洗掉甲板上的污渍,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,是除去甲板上可能存在的义务。 义务排查是飞行甲板工作人员的定期工作,这项工作暂时没有好办法,就是人海战术。 大家排成几列横队,横贯整个飞行甲板,接着慢慢地从船头走向班围,搜寻甲板上散落的义务。 这项工作很重要,如果有义务没有排除掉,一旦被战斗机吸入发动机,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。 还有,如果义务被飞机尾部喷出的高速尾焰冲击,也会让这些东西成为危险的高速弹丸。 过去,就曾有过甲板工作人员,被吹起的义务机伤的案例,航母洗澡用淡水还是海水。 不少人对这个问题很好奇,有人说是用淡水,因为海水腐蚀性很大,海水大量冲洗的话航母肯定吃不消,而且航母本身带有海水淡化器。 然而也有人说,航母天生就在海上,对于海水的腐蚀早有防范,航母洗澡当然是用淡水最好。 不过,航母上的淡水主要是工人员和战机使用的,弹射器每弹射一次战机也会需要大量淡水,而航母在遭受生化袭击或核染后,需要进行长时间连续的大量喷水。 显然,淡水是难以供应的,成本很高,只有等到航母靠岸后,有条件了才能使用淡水,所以使用的是海水。 而且在古代的木质帆船,也是用海水清洗,到底使用的是淡水还是海水? 你们觉得呢?清洗飞行甲板,往往也对舰载机进行清洗。 上图,2014年4月14日,杜鲁门号航空母舰,CBN75上,航空电子技师,正在清洗舰手,中队FA18楼超级大黄蜂舰载机,通常在舰载机一次训练任务完成之后进行,主要清洗泄露的燃油、润滑油等,通常使用海水和清洗剂,检查航母甲板面上消防喷头。 有许多人会问,不会用机器吗?曾经有过,2009年,美国海军研究师曾考察过赞波尼摩柄机公司Zamboni的小车,在里根号航母和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上是用了一阵子,据说效果好,后来不了了之,其实航母飞行甲板看起来很大,但寸土寸金,没有一寸是多余的, 在飞行甲板上多了几台洗甲板的车,就等于占用了几架舰载机的机位,想想优劣,还是让小子们出来洗地吧。本文来源于网络,入狱侵权请及时离。